在一座十分偏僻的小镇里 有一个诡异的习俗 每年万圣节前夜 都会举办一场猎杀竞赛 猎物是枯黄的玉米地中 所孕育出的嗜血怪物 要是他在午夜之前冲进了教堂 小镇将被漫天沉沙席卷 一连十年都会颗粒无收 所以年轻力转的青年们 必须要将他杀死以终结诅咒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小镇中的最高权力层HG工会 准备了丰厚的奖品 谁要是杀死了怪物 就能赢得奖品 带领全家成为人上人 大家好 我是电影名小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下饭电子榨菜 是2023年最新电影《黑暗收割》 今年的冠军是18岁出头的吉姆 高中校队最有实力的棒球手 等他放倒怪物后 立马从他肚子里掏出软糖 其他男孩也蜂拥上前 分享胜利成果 紧接着 全镇的正商名流欢聚一堂 为吉姆举办了一个颁奖晚会 工会主席立马献上豪华大礼包 自此以后 吉姆一家便能搬离贫穷的木屋区 入主豪华样品房 但最让人羡慕的是 他可以开着一辆全新的跑车 带着大额支票离开小镇 去广阔的世界任意翱翔 因为小镇里有一条铁规矩 所有证明终生都不得离开小镇 不知不觉过了一年 李万圣节只剩下五天 警察来到高中男校 为即将参赛的男孩们 讲述游戏规则 突然他发现 吉姆的弟弟李奇 竟混在了人群之中 于是连忙将他赶了出去 因为历任冠军的家人 是没有参赛资格的 死对头平头哥 早就看不惯李奇有个冠军哥哥 预备趁机好好修理他一顿 他则一路逃进了电影院 还对售货员黑妹一见钟情 通过简单交谈 得知黑妹是个外地人 才刚搬进小镇与姑妈同住 在临走之前 李奇夸下海口 保证会赢得今年的比赛 并和黑妹约会 紧接着 他找到死党阿伦和小文 准备好好制定作战计划 可胆小的阿文 生怕耽误了晚餐时间 才刚碰面就要回家 而阿伦则陪着李奇 钻进玉米地勘查地形 烦心爬满夜空之时 李奇回到家中吃晚餐 就像往常一样 母亲一见李奇 便十分骄傲地说起 哥哥吉姆的事情 还拿出了他寄来的明信片 可是当李奇提出 他要参加比赛时 父母却异口同声地反对 说家里已经有房有车 不用去冒着违规的风险参赛 再说了 万一侥幸赢了 抢占了奖品和奖金 对其他家庭也不公平 李奇十分不愿 认为父母压根瞧不起他 凭什么哥哥能当冠军 他却不能 于是气冲冲地冲出门 预备抽根烟冷静一下 碰巧遇到了哥哥的女友安妮 两人同病相怜互相安慰 他们都是被哥哥抛弃的人 因为自从哥哥赢得了比赛 就再也没有回来 另一边 朦胧圆月照亮了玉米地 老农民借着月光 剖开了一个大南瓜 然后将它照在了干湿头上 距离比赛只剩最后四天 平头哥再次来找茬 抢走了李奇最真爱的皮带 将他痛扁了一顿 还嘲讽说冠军的弟弟也不过如此 李奇灰溜溜地来到家门外 习惯性地查看信箱 惊喜地发现 哥哥这次寄来了一封长信 终于不是寥寥数语的明信片 可是展信后 他的心情更加抑郁了 哥哥独自在玩笑快活也就算了 他竟然丝毫不理解李奇的报复 劝他毕业后安安稳稳当个农民 一辈子待在小镇里陪伴父母 李奇思来想去 情绪愈发崩溃 于是偷了父亲的车 预备直接离开小镇 可他忘了 除了冠军之外 没人能离开这里 警察在半路拦截 先是好言相阙 见他不从 直接挥舞警棍将他打拥 距离万圣节只剩下三天 各家各户积极响应其工会的政策 父母们都将年仅18岁的孩子 关在卧房之中 预备让孩子们活活地饿上三天 这样一来 便会对那只肚子里塞满了糖果的怪物 更加渴望 因为饥饿通常会使人丧失理智 事实上 大多数孩子不愿挨饿受苦 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了丰厚的奖品 为了实现阶层的跃迁 已经做好了牺牲孩子的准备 专业三天 禁食已经结束 李奇正好在此时苏醒 一睁眼 父亲便紧紧抱着他 劝他老是待在家中 可却被他一把推倒在地 母亲也跪在地上哀求 但他还是狠心离开了 此时 所有机场陆路参赛者 都聚在教堂之外 李奇一眼在人群中 锁定了好兄弟阿伦 因为他的破卡车实在显眼 由于乘坐交通工具违反规定 其他男孩纷纷上前砸车 李奇连忙往地上丢了些蛋糕渣 男孩们立马像野狗一样争食 李奇一行人则趁机发车 在叫马扇中越开越远 一路上阿伦都非常激动 称杀戮是一种荣誉 咱们兄弟四人一定能出过冠军 但小文却反驳起他 说杀戮是邪恶残酷的 自己根本就不想参赛 是被穷困的父母硬推出门的 原来 在他九岁那年曾已在窗边目睹一个男孩惨死 他说那怪物就像一只恶魔 眨眼间就撕碎了男孩的身体 幻音刚落 车子便面移了颠簸 像是中毒的怪物 小文以为游戏已经结束 表情由应转情 但下车一看 发现四周空荡荡 怪物已经逃走了 于是 几人就紧扎进了玉米地里 一路飞奔追杀怪物 突然 跑得最快的阿威 被一把抓走 小文被吓得慌了神 转头就跑 剩余两人抬头一看 发现 阿威已被怪物抛至空中 身体一分为二 两人还不放弃 继续追赶怪物 一道黑影掠过 阿龙的头就像个习惯一样 被砍成了两半 在临死前 还轻轻地喊了喊李奇 此时 怪物已慢慢逼近 李奇看清了他的模样 那像南瓜一样的肉流脑袋上 长着几排密密麻麻的尖牙 李奇连滚带爬的 逃命 再也不敢捕杀怪物 可一出玉米地 便迎面撞上黑妹 原来 他也是来捕杀怪物的 李奇连忙提醒他 女人不能参加比赛 但他绝不以为意 趁打破规则 才有机会获得胜利 李奇不愿在心爱的女孩面前 掉链子 只好硬着头皮 陪他继续追杀怪物 另一边 死里逃生的小文 已快步赶回到家门外 正哭着 恳求母亲开门 可狠心的父母 再次将她推开 逼着他去和怪物拼命 还威胁他 一定要拿到大奖 他绝望又恐惧 只得呆坐在门前捶泪 就在此时 邻居小弟弟 撕心裂肺地 喊着他的名字 提醒他 怪物在后面 幸好有好心的弟弟 小文再次捡回一条命 他不知跑了多久 终于找到了一个 可攻藏身的地匠 不料 看门的男孩 竟做起了人命生意 非要他交20元的门票钱 才肯开门 而怪物的咆哮声 已越来越近 地窖里的另一个男孩 不忍心见死不救 不过所有人的反对 打开了门 可已经晚了 小文正被怪物捏在手中 轻轻一撤 便撕开了他的头颅 而地窖里的男孩们 都没能幸免 统统沦为了怪物的 爪虾亡魂 同一时间 李奇带着黑妹 来到警长家门外 他娴熟地翻窗进去 成功偷到了一把手枪 顺便开走了警车 还收听到了车上的警局通报 得知主街发生了骚乱 也许怪物已经现身 但主街根本没有怪物 是那群恶极乐的男孩 正在打杂抢掠 李奇和黑妹躲在暗处 亲眼目睹 那群疯狂的人 杀死了沿街商户 两人正想离开 不料遇上了平头哥 他先是羞辱黑妹 是个黑人 然后凑上前去挑进李奇 见黑妹被欺负 李奇终于忍无可忍 一拳打断平头哥的鼻骨 并且夺毁了自己的皮带 此时 怪物的行踪又成了一个谜 两人只得先窝在警车中 竟待下一条广播通报 李奇趁机倾吐心事 说从小到大 哥哥都很疼爱他 时时刻刻都和他在一块 在他心中 哥哥不仅是个 难以被打败的英雄 更是他最在乎最想念的人 他之所以梦想地离开小镇 其实是想再见到哥哥 我来安慰他 黑妹聊起了自己的父亲 说曾几何时 父亲也是他的天 可是他的天塌了 父亲因车祸离世 而他则被送到这个偏僻的小镇 和讨人厌的姑妈同住 他发誓 要成为和父亲一样勇敢的人 如果有人欺负他 必定要狠狠还击 有个老农民笑他是黑人 他便趁夜烧了他的骨仓 广播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警局通报员得了警察的授意 故意将两人骗到俱乐部外 巧合的是 怪物竟然就在这里 他悠悠飘到李奇面前 迟迟没有发动攻击 而李奇低头一看 发现怪物身上 竟绑着他的同款皮带 那是哥哥亲手所做的 在这世上就只有两条 黑妹将他愣在原地 连忙上前帮忙 怪物只是一把将他打倒 并没有伤害他 李奇见状连忙拖走黑妹 正准备发车 便被警察的枪口抵住 黑妹率先发动攻击 被警察敲破了喉 一番拉扯之后 两人汽车逃走 为了给黑妹包扎伤口 李奇带着他回了家 母亲一脸憔悴地 坐在黑哀哀的客厅中 十分神经质地自言自语着 李奇连忙问他 哥哥究竟去了哪 为什么每年的冠军都失踪了 哥哥的信是不是由母亲伪造的 母亲不知该如何面对李奇 只好用死亡回答了他的问题 也用死亡终结了自己 充满愧疚和悲伤的一生 很明显怪物就是吉姆 每年的冠军都会被诅咒 成为下一年的猎物 这是一场邪恶的献祭仪式 用一条鲜活的生命 与恶魔交易 以换来一整年的风调雨顺 此时怪物来了从前的旧房子里 卧室墙上全是自己一年前断尸时 写下的豪言壮语 耳边响起了获得比赛的欢呼声 他的悲伤化作怒火 点燃了整间房子 李奇的父亲还不知妻子已死 他在街上转悠了好几圈 也没能找到李奇 警察给他指了一条名录 叫他躲在教堂里守株待兔 只要怪物一现身便杀了他 这样一来 李奇和全镇的居民都能得救 见李夫犹豫不前 警察提起了自己的哥哥 几十年前 怪物在午夜之前冲进了教堂 整个小镇都被诅咒 一场黑色风暴席卷了三天三夜 大多数人因此丧命 警察的哥哥就在其中 尸体被找到十一一场肿胀 里面全是黑色的沙子 李夫被警察说动 提着枪守在教堂里 很快 李奇和黑妹也来到教堂 一见父亲便质问他 是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出卖了哥哥的灵魂 李奇已经猜到 那只怪物就是哥哥 但他不此心非要父亲亲口承认 父亲不可辩驳 终于坦白了一切 但他再三保证 自己并没有出卖吉姆 他们夫妇二人 都是在吉姆遇害以后 才知道真相的 工会的人全是滔天 他们用威逼利诱的方式 逼着他保守秘密 李奇十分不屑 痛骂父亲懦弱无能 住着哥哥用生命换来的豪宅 眼睁睁看着他变成怪物 李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他认为哥哥冲进教堂 只是想获得救赎 而恶魔的诅咒一旦脱离了哥哥的身体 便会化作黑色风暴 报复整个小镇 当然自己也在其中 但只要能帮哥哥解脱 他愿意将生死置之度外 狗其然 一出教堂 他便遇到了哥哥 可他毫无退缩 大声呼唤着哥哥的名字 希望能换回他的理智 而哥哥早已认出了李奇 从一开始就不曾伤害他 一颗子弹击碎了兄弟相认的美好画面 平头哥自以为已杀死了怪物 丢下了枪原地庆祝 而李奇则紧紧抱着哥哥 希望能在午夜之前 将他拖进教堂 警察连忙捡几枪 塞到平头哥手中 提醒他怪物还没有死 鼓励他再捕一枪 当他战战巍巍来到怪物跟前时 李奇举枪指着他 吓得他不敢动手 而哥哥则握紧了李奇的手 将枪口转向自己 他宁愿牺牲自己 也不希望小镇覆灭 因为他想保护父母 李奇无法拒绝哥哥的请求 流着眼泪 亲手解决了他 男孩们则蜂拥上前 分饰起哥哥体内的糖果 警察则趁机收走了李奇手中的枪 众人欢呼雀跃 庆祝冠军已经诞生 而李奇则魂不守舍地待立在原地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不久之后 颁奖晚会开始了 警察有些心虚地恭维着李奇 称他是个英雄 世世代代怀抱梦想的男孩 都会记得他的名字 政商名流们也都举起酒杯 虚伪地致敬 他并没有理会这些人 静止走向黑妹邀请他供物 在他耳边轻声说 收拾好行李 等会儿一起走 而黑妹则偷偷递给他一把枪 一曲落幕 两人深情拥吻 黑妹带着微笑离开了 全新的跑车到手之后 李奇带着黑妹驶离小镇 父亲则鼓起勇气 提枪找到警察 希望那个儿子争取逃命时间 但他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一招便被警察压制了 就在李奇和黑妹畅想未来时 警车追了上来 李奇连忙让他趴下 提醒他不要暴露自己 然后蒙踩油门 没多久便成功甩开了警车 不想前方近横挡着一辆大卡车 死死堵住了去路 李奇连忙针锋躲秒地将车钥匙交给黑妹 说他要是十分钟没回来 就立马开车离开 黑妹不知该说什么 只好线上一问 当警车追上来时 李奇十分配合地跟着他下车 一路被带进玉米地里 只见在脚架之前 早已挖好了一个大坑 想必哥哥也是葬身于此 警察正想动手 李奇不让掏枪杀死了他 就在他以为大仇得报 丢掉了手中的枪时 一个农民突然从玉米地窜出来 一铲子将其拍晕 然后面无表情地缠其土 残忍地将他活埋了 黑妹在原地等了十分钟 听见有人发动了卡车 慢悠悠地离开了 显然那人就是农民 如果他立马冲进玉米地 将李奇挖出来 说不定还能得救 可是李奇的父亲却来到车前 替他发动了引擎 劝他立马离开 临走之前 黑妹痛哭流涕 诅咒了整个小镇 包括李奇的父亲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万圣节前几天 父亲割开了李奇身上的绳子 并一刀杀死了农民 然后眼神坚定地 看向已变成怪物的李奇 叫他血债血肠 烧毁整个小镇 彻底毁掉诅咒之地 也许是终结诅咒最好的办法 必须是必须一尽咒高 日子一天天下 你不得胜不得胜不脏 没有机会